逗三岁的周五放送 带你了解更加真实的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逗三岁 最近遇到一个很让人寒心的粉丝 事情是这样的 我发视频真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更加真实的了解加拿大 就是说我发的这些生活 还有生活相关的 移民相关的 想让更多人了解这边 来到这边扫肘弯路 就是说或多或少更加便利 扫花钱 我的目的是这样的 初衷也是这样的 做这些视频不单单在一个平台上发 像短视频 短视频这些平台 还有长视频的平台我都发 所以说也积累积累了一批粉丝 因为我做短视频已经做了一年半了 这中间或多或少有人加我 就是加我微信联系我 想让我就是问各种问题 可是最近 因为那个也有小孩了 那个工作也忙 生活事业也多 也没来得及回复嘛 就遇到一个这样的粉丝 刚开始加我说 我非常喜欢你的视频 对我很有帮助 他也问了点问题 我就给他一一解答了 就是关于留学的问题 好我那个 他又问我问题 我没来得及给他回复 就开始骂了 真的骂得非常恶心 我一会把截图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刚开始说感觉收获很多 谢谢您 哈哈这不就有几个问题吗 我就给他一一解答 前面还算客气 如果要本职工作 所以说工作也挺忙嘛 还有孩子要照顾孩子 也没那么多时间看微信 后面他发的这些 我就没有时间去回复他 还是凌晨给我发的 后面的画风一改 你看这 哎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能发出来这些话 哎呀我天哪 通过这个事我也想想清楚了 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就是说收费分享 按分钟几费 就是一分钟多少钱 呃你们那个想了解 就是说想细致了解的话 可以直接加我微信 我微信那个我会发到评论区里面 你们可以自己加 具体费用的话 我会那个 那个啊 一个一个私聊 关键他跟我说了 说了一个 那个粉丝说到一个问题 上 从上两期视频就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说到那个 那个在曼省上一年学 就是一个很很大的坑 说我我那个 呃 把就是把人呀推上 推向火坑 咱今天就 主要聊一下这个 上一年学到底是不是火坑 那咱就具体聊一下 那个在曼省上一年学的有趣点吧 先说优点吧 优点的话有两点 一个是时间短 一个是花钱少 时间短是怎么说的 你上一年学 我上两年前是不是节约了一年时间 时间成本 也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移民道路上 是不是就节省了一年 这样这样跟你们说吧 就是就是说一般上一年专业的 都为了是 目的是什么移民 而不是说去留学啊 你要你要是想真正的留学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安省 安省那个那么多的好学校 你来曼省没有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移民 所以说这玩意儿真的就是第一个时间短 你来这儿你上完一年学 你工作半年 可以提交赏地名 有的更甚者 就是说他专业对口的工作 拿到offer就可以提交赏地名了 又节省半年时间 我们是要的是节省时间成本 你想一般在曼城市是啥 在温宁物是啥 拿到身份就去其他城市了 谁不想快点拿到身份 你节约这一年时间 一年时间很长的了呀 这个是一年的节约时间成本 第二 节约你的经济 你想想 你上学一年交学费 就交那个学费 你都要一万五加币 你一万五花到哪里不好 你上两年 你非得上两年学 我就是要花掉那个一万五 你花到一万五还不如你挣一万五 想过没 我真的是 你工作一年还是你留学一年 你目的就是为了移民 你能最快的时间段去移民就行了 是吧 缺点 它倒确实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万一不行 就是一年 我一年工天不行 就是时间不过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不去选择你先上一年学 然后后面你可以再去申请一个学签 再去申请一个学校 有这么干的 我真的 不就是说申请的人多了 不就是说申请的人多了 他把要求往上提了 这个一年课程不单单是中国人 印度人 南美人 你非得让他去 他在里面上两年学 上三年学 要好好上学的 你就别来 别来问你不 再说一个 又说我 又说我自己买的工作 在这雪喷 不是 这种东西都是 不过脑子 一上来就说 我买工作 我会这样跟你们大聊特聊 工作咋的 怎么怎么 我自己给自己开工资 我真是这些人 天天想着想啥呢 想啥呢 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开工资这个事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说 就是说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在曼城找不到工作 我也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找不到工作 就是挂靠 也不想上班 我挂靠到一家公司 挂靠到一家公司 我也不去那上班 就是 交点钱 打个流水 就是说每个 每个月 打点工资 给自己发点工资 自己给自己发点工资 还有这么干的 这个是确实实存在 咱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反正我旁边没有这种人 我就是感觉给你这样说 我旁边没有这种人 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看到的这种信息 还有 还有 这就是啊 没有 就是不在一个城词上的人 你没办法沟通 知道不 所以说你们看视频啊 看别人分享的东西啊 真实不真实 坑不坑 一眼就能看出来 先看去看这个人的人品 不要去看他这个人的发的东西 先看他的语言 表情 和他这些口气 你就能判定这个人到底咋样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关注 记得点订阅 拜拜